《猎王记下》第一章 雅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有一天,雅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窗户掉下来 他就病了 于是他拆派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部 我这个病到底能否复原?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动身上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 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部 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因为你必定死 于是以利亚去了 众使者回到雅哈谢那里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他们对王说 有一个人上来迎着我们 又对我们说 去吧 回到那拆派你们的王那里 对他说 耶和华 耶和华这样说 你派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部 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因此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 因为你必定死 王对他们说 那上来迎着你们 又对你们说这番话的是个怎样的人? 他们对王说 那人穿着毛皮衣 腰间束上皮带 王说 这人必是提斯比人 以利亚 于是王拆派一个五十夫长 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到以利亚那里 那位五十夫长 就上到以利亚那里去 他看见以利亚 正坐在山顶上 就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笑来 以利亚回答五十夫长说 如果我是神人 愿火从天降下 把你和你的五十名手下吞灭 于是有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五十夫长 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王再次派一个五十夫长 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到以利亚那里去 那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王这样吩咐 你赶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他们说 如果我是神人 愿火从天降下 把你和你的五十名手下吞灭 于是神的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五十夫长 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王又派出第三名五十夫长 和他的五十名手下 那五十夫长来到 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 恳求他 对他说 神人啊 愿我的性命 和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 在你眼中看为宝贵 看啊 曾经有火从天降下 吞灭了先前两个五十夫长 和他们各五十名手下 现在 愿我的性命 在你眼中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使者 对以利亚说 你和他下去吧 不要怕他 于是 以利亚起来 和他下山 到王那里去了 以利亚对亚哈谢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拆派使者 去求问以格伦的神 巴利西部 是因为以色列中 没有神可以求问吗 因此 你必不能从你躺上去的 那张床上下来 因为你必定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宣告的话 因为他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约兰 就接续他做王 那时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第二年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列王记下第二章 耶和华将要用旋风 接以利亚往天上去的时候 以利亚和以利沙 一起离开吉甲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你留在这里吧 因为耶和华拆派我到伯特里去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和你的性命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他们下到伯特里去 在伯特里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你知道今天耶和华 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 他说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别再多说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你留在这里吧 因为耶和华拆派我往耶利哥 他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和你的性命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他们来到耶利哥 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前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你知道今天耶和华 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 他说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别再多说 以利亚对他说 你留在这里吧 因为耶和华拆派我 往约旦河去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和你的性命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他们二人继续前行 先知门徒中 有五十人跟着他们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他们二人在约旦河河边站着 以利亚拿着自己的外衣 把他卷起 挤打河水 河水就左右分开 他们二人就在干地上走过去了 他们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在我没有被接离开你以前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你尽管求吧 以利沙说 求你使你的灵 双倍地临到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 不过 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 如果你看见我 就必得着 否则就得不着了 他们边走边谈的时候 忽然有火车火马把他们二人分开 以利亚就在旋风中被接往天上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喊叫 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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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跟着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利沙抓住自己的衣服 把它撕成两片 她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就回去 站在约旦河河边 她拿着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击打河水 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她一击打河水 河水就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走过去了 那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在远处看见 就说 以利亚的灵 在以利沙身上了 他们就来迎接她 俯伏在地拜她 他们对她说 请看 你的仆人这里有五十个壮士 请让他们去寻找你的老师 或者耶和华的灵 把她提去 丢在某一座山上 或某一处山谷里 以利沙说 你们不必派人去了 他们恳求她 使她不好意思推辞 于是她说 你们派人去吧 他们就派出五十个人 寻觅了三天 仍然找不着 于是 他们回到以利沙那里 那时 她还停留在耶利哥 她对他们说 我不是告诉了你们 不必去的吗 那城的人对以利沙说 请看这城的地势很好 老师 你也看见 可惜水恶劣 以致此地没有出产 以利沙说 给我拿一个新碗来 里面要盛点盐 他们就把碗拿给她 她就出去到水源那里 把盐倒在那里 然后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已经医好了这水 从此不再有人死亡 地也不再没有出产了 那水果然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话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里去 正沿路上去的时候 从城里 有一班年轻人走出来 讥笑她 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以利沙回头看着他们 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 有两只母熊 从树林里走出来 撕裂了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年轻人 以利沙从那里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猎王记下 第三章 犹大王约沙法 第十八年 雅哈的儿子约兰 在撒玛利亚做王 统治以色列 他做王 共有十二年 他行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只是 还不至于 像他的父亲 和母亲一样 因为 他除去了 他父亲所做的 八历神住 只是 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中的那些罪 他却坚持不舍 不肯脱离 摩鸭王米莎 是个以畜牧为生的人 他每年进贡十万头绵羊糕 和十万头公羊糕 给以色列王 雅哈死后 摩鸭王背叛 以色列王 那时 约兰王从撒玛利亚出来 点阅以色列众人 他一面起行 一面派人到 尤道王约沙法那里 说 摩鸭王背叛了我 你肯不肯和我同去 攻打摩鸭呢 约沙法说 我愿意去 我和你不分彼此 我的人民就像是你的人民 我的马就像是你的马 约沙法问 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 约兰回答 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于是 以色列王 尤大王 和以东王 绕道行了七日的路程 军队和随行的牲畜 都没有水喝 以色列王说 哎哟 耶和华招聚这三位军王 是要把他们 交在摩鸭人的手中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有一位 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托他 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位臣仆说 这里有沙法的儿子 以丽莎 他从前是服侍以利亚的 约沙法说 他必有耶和华的话 于是 以色列王 约沙法 和以东王 都下到他那里 以丽莎对以色列王说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去问你父亲 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以色列王对他说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招聚这三位军王 是要把他们 交在摩鸭人手中 以利沙说 我指着我所侍奉 永活的万军 耶和华起誓 若不是看 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 我根本不会理你 看也不看你 现在 给我找一个情诗来 当情诗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能力 就临到他身上 以利沙说 耶和华这样说 要在这山谷 到处挖壕沟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 也没有看见雨 但这山谷 必充满了水 你们和你们的牲畜 都可以有水喝 这是 在耶和华眼中 算是小事 他还要把摩鸭 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要攻破 所有坚固的城 和一切繁华的都市 砍下各种加美的树木 堵塞所有水泉 用石头堆满 一切肥沃的田地 到了早上 约在献祭的时候 忽然有水从以东来 遍地就满了水 磨牙全国 听见这几位君王 上来要攻打他们 就着急所有能够穿上武装的 不论老幼 到边界上防守 第二天早上 他们起来的时候 太阳照在水上 摩鸭人从那边看见水 红得像血一样 他们说 这是血啊 一定是那些王互相攻击 自相残杀 现在摩鸭人啊 去抢掠吧 他们来到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起来 急杀摩鸭人 摩鸭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以色列人就攻进摩鸭 急杀他们 他们毁坏城市 个人向一切肥沃的田地 抛直石头 把田地填满了 又堵塞一切水泉 砍下各种加美的树木 直到吉尔哈列社 只剩下石头 甩石的兵 把他包围 攻击他 摩鸭王见战事激烈 无法抵抗 于是带领七百持刀的兵 想要突围到以东王那里 可是不成功 于是 他把那要揭续他做王的长子 在城墙上陷为繁祭 以色列人就遭遇极大的愤怒 于是离开他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猎王记下第四章 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 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 现在债主来 要抓我的两个孩子 做他的奴仆 以丽莎对他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呢 他说 悲女家中 除了一瓶油以外 什么也没有 以丽莎说 你到外面去 向你所有的邻居 借空器皿 要尽量多借 然后回去 把你和你儿子关在家里 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面 装满了的 就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了他 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 他的儿子不住地 把器皿拿到他面前 他就把油倒进去 器皿都倒满了的时候 他对儿子说 再拿一个器皿给我 他对他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他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把油卖掉 还清你的债务 你和你的儿子 可以靠着剩下的过活 有一天 以丽莎经过书念的时候 那里有一位贵妇 坚持留他吃饭 于是以后 每逢他从那里经过 他走进去吃饭 那妇人对他的丈夫说 你看 我知道 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个圣洁的神人 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小阁 为他在里面摆设 睡床 桌子 椅子 和灯盏 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就可以到那里休息 有一天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上小阁休息 在那里躺下 他对他的仆人 吉哈西说 你去叫这书念的妇人来 于是他叫了他来 站在他的面前 他对他的仆人说 你对他说 看啊 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 你有事要我替你 向王或军长说的吗 他说 我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 于是他说 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 吉哈西说 他没有儿子 而他的丈夫又老了 于是以丽莎对他说 再叫他来 他就再去叫了他来 他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 明年这个时分 时候到了 你必怀抱一个儿子 他说 神人啊 不要欺哄你的卑女 这妇人果然怀了孕 到明年这个时分 时候到了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对他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有一天 他出来到收割的人中 找他的父亲 他对他的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他的父亲对仆人说 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 于是 仆人把他抱着 送到他母亲那里 孩子坐在他母亲的双膝上 到中午就死了 他把孩子抱上小格 放在神人的床上 他把他关在里面 就出去了 他呼唤他的丈夫说 请你派一个仆人 和一头驴子给我 我要赶到神人那里 立刻就回来 他说 为什么你要在今天去见他呢 今天既不是月术 也不是安息日 他说 一切都平安 于是 他把驴套上庵 对他的仆人说 你来赶驴子走吧 除非我告诉你 否则 不要因为我慢下来 于是 他启程 去到嘉密山 神人那里 神人从远处 看见他的时候 就对他的仆人 鸡哈西说 看啊 书念的妇人在那边呢 现在 你跑去迎接他 对他说 你平安吗 你的丈夫平安吗 你的儿子平安吗 他说 都平安 他来到身上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鸡哈西上前要推开他 但神人说 由他吧 因为他的心灵很痛苦 耶和华隐瞒我 没有告诉我 他说 我有向我主求过儿子吗 我不是说过 不要欺哄我的吗 神人对鸡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里拿着我的手杖前去 不论遇见的是谁 都不要向他问安 若是有人向你问安 你也不要回答他 只要去把我的手杖 放在孩子的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和你的性命启示 我绝不会离开你 神人只好起身 随他而去 鸡哈西在他们前面去了 把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 可是没有声音 也没有反应 于是他回来 迎着以丽莎 告诉他说 那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丽莎来到书念妇人的家 看见孩子已经死了 躺在他的床上 于是他进去 把自己和孩子二人 关在门内 然后向耶和华祷告 他又上床 浮在孩子身上 是自己的口 对着孩子的口 自己的眼 对着孩子的眼 自己的手 放在孩子的手上 他浮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暖起来 然后他下来 在房内来回走了一趟 再上去 浮在孩子身上 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跟着就张开了眼睛 神人呼唤基哈西说 你去叫那书念的妇人来 他就去叫他 他来到他那里 他就说 把你的儿子抱起来 于是他进去 在他的脚前下拜 俯伏在地上 然后把儿子抱起来 出去了 以丽莎又回到吉甲 那地正发生饥荒 先知的门徒坐在他面前 他对他的仆人说 把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的门徒们 煮点东西吃 有一个人到田野那里去 采摘野菜 他找到一颗野瓜藤 就摘下藤上的野瓜 装满了他的衣服 他回来 把瓜切了 放入煮东西的锅中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后来他们到处来 给众人吃 他们在吃锅里的东西的时候 都惨叫起来 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他们就不能吃了 他说 拿些面给我 他把面放在锅中 说 到处来给众人吃吧 锅里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 从巴丽莎丽莎来 他带给神人 二十个 用出熟大麦做的饼 还有心碎子 以丽莎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吧 他的仆人说 我怎能把这一些食物 摆在一百个人面前呢 神人说 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要吃 而且还有剩下的 于是 仆人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都吃 而且还有剩下的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列王记下 第五章 亚兰王的军长 乃曼 在他的主人面前 是一个大人物 很得王的赏识 因为耶和华曾借他 把胜利赐给亚兰 这个人是个勇猛的战士 可惜他是个麻风病人 亚兰人曾经出去 结队抢掠 从以色列地 掳了一个小女孩 他就事后乃曼的妻子 他对他的女主人说 如果我的主人 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就好了 他必定能治好他的麻风 于是 乃曼去告诉他的主人说 从以色列地 掳来的女孩子 这样这样说 亚兰王说 你去吧 我会送一封书信 给以色列王的 于是 乃曼去了 手里带着三百公斤银子 约七十公斤金子 和十套衣裳 他把信带到以色列王那里 信上说 这信既已达到你那里 你看见我拆去见你的臣仆乃曼 你就要医好他的麻风 以色列王读了这信后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说 我是神 能使人死 使人活吗 这人 竟派人到我这里来 要我治好他的麻风 请你们想想看 他是要找机会攻击我 神人 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自己的衣服 就打发人去见王说 你为什么撕裂自己的衣服呢 请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吧 他就知道 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乃曼带着他的车马来到 停在以利沙的门前 以利沙拆派一个使者去见他说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 你的身体就会复原 得着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 他说 我以为他必会出来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 向着焕处摇手 洁净这麻风病 大马士革的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 不是比以色列一气河流更好吗 我不是可以在那里沐浴 得着洁净吗 于是他掉过头来 气愤愤地走了 他的仆人上前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不是照着行吗 何况他只是说 你去沐浴就得洁净呢 于是他下去 在约旦河里进了七趟 正如神人所吩咐的 他的肌肉就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肌肉 他就得了洁净 乃曼和他的随缘 又回到神人那里 他进去 站在他面前说 看啊 现在我知道 除了在以色列以外 全地都没有神 现在请你收下 你仆人一点礼物吧 以丽莎说 我指着我所侍奉 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绝不收取任何礼物 乃曼再三促请他接受 都被他拒绝 乃曼说 你若是不肯收取 就请你赐你仆人 两头驢子可以驮的泥土 因为你的仆人 不再献凡祭或别的祭 给别的神 只献给耶和华 但有一件事 求耶和华赦免你的仆人 我的主人到灵门庙那里 叩拜的时候 他总是靠在我的手臂上 因此 我也曾在灵门庙叩拜 我在灵门庙叩拜这事 求耶和华赦免你的仆人 以丽莎说 你平平安安回去吧 于是乃曼离开他去了 走了一段路程 神人以丽莎的仆人 基哈西心里说 看啊 我主人不肯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中 收取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要追上他 向他要些东西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上来 就下车迎着他 说 平安吗 他说 平安 我主人派我来说 刚才有两位年轻人 都是先知的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到我这里 请你给他们三十公斤银子 和两套衣服 乃曼说 请你拿六十公斤吧 他再三猝请基哈西 并把六十公斤银子 装在两个袋子里 还有两套衣服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面捧着走 到达山岗后 他就从他们手中 接过东西 存放在屋子里 然后打发他们离去 他们就走了 他进去 势力在他主人面前 以丽莎对他说 基哈西 你从哪里来 他说 你的仆人没有到过什么地方 以丽莎对他说 那人下车 转身迎着你的时候 我的心不是和你同去吗 现在不是收受银子 衣服 橄榄园 葡萄园 羊 牛 仆人 和悲女的时候 因此 乃曼的麻风 要附在你的身上 和你后裔的身上 直到永远 基哈西 从以丽莎面前离去时 就长了麻风 好像雪那样白 猎王记下 第六章 众仙之门徒 对以丽莎说 请看 我们在你面前 居住的那一个地方 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宅小了 请你让我们到约旦河 每人从那里 取一根木头 我们要在那里 为自己建造一个地方居住 以丽莎说 你们去吧 有一个门徒说 请你和你的仆人们一起去 他说 我会去的 他就和他们同去 他们到了约旦河 就砍伐树木 有一个门徒 砍伐木头的时候 斧头掉到水里去了 他就喊着说 惨了 我主啊 这斧头是借回来的 神人说 掉在哪里呢 于是 他把那地点指给他看 他砍了一根木头 丢在那里 那斧头就浮上来了 以丽莎说 你自己拿上来吧 他就伸手把它拿住了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打仗 他和他的臣仆商议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 神人就差派人去见以色列王说 你要小心 不要经过这个地方 因为亚兰人在那里埋伏 以色列王派人到那地方 就是神人曾告诉他 警告他的 他就在那里小心防范 这样不止一两次 亚兰王因为这事心中大感困惑 他召了他的臣仆来 对他们说 在我们中间 有谁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告诉我吗 他的一位臣仆说 我主我王啊 不是的 只不过是以色列的 以丽莎先知 把你在你卧室内所说的话 告诉了以色列王 于是王说 你们去看看他在哪里 我要派人把他捉住 有人告诉他说 看哪 他正在多滩 他就拆派车马 和一大队军兵往那里去 他们在夜间抵达 围困那城 神人的侍从 清早起来 走出屋子 看见军队车马围住了城 神人的仆人对神人说 惨了 我主啊 我们怎样办才好呢 神人说 不要惧怕 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 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 以丽莎祷告说 耶和华 请你打开他的眼睛 使他能看见 于是 耶和华 打开了仆人的眼睛 他就看见 看哪 那身上布满了火马火车 围绕着以丽莎 亚兰人下来攻击以丽莎 以丽莎就祷告 耶和华说 求你击打这民族 使他们瞎眼 于是 耶和华击打他们 使他们瞎眼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以丽莎对他们说 这不是那条路 这边不是那座城 你们跟着我来 我要把你们 领到你们要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 他把他们领到 撒玛利亚 他们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 以丽莎就说 耶和华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 使他们能看见 于是 耶和华开了他们的眼睛 他们就看见了 看哪 他们竟是在 撒玛利亚城中 以色列王看见他们 就对以丽莎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以丽莎说 你不可击杀他们 你可以击杀 你自己用刀 用弓 掳回来的人吗 你要在他们面前 摆上食物和水 给他们吃喝 然后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 于是 王为他们预备盛大的宴会 他们吃喝完了 王打发他们离去 他们就回到 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 从此 亚兰的军队 不再侵犯 以色列帝了 后来 亚兰王 变哈达 征召他全部的军队 上来围困 撒玛利亚 于是 撒玛利亚 发生了极大的饥荒 敌军继续包围 以致 一个驴头 要卖 九百克银子 两百克的鸽子粪 也值六十克银子 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时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求说 我主我王啊 救救我 他说 如果 以和华不救你 我又从哪里救你 是从打鼓场 或是从榨酒池呢 王对他说 到底有什么事呢 他说 这妇人对我说 把你的儿子交出来 今日 我们好把他吃了 明天 我们可以吃我的儿子 于是 我们把我的儿子煮了 把他吃了 第二日 我对他说 把你的儿子交出来 我们好把他吃了 他却把他的儿子收藏起来 王听见那妇人的话 就撕裂衣服 他当时正在城墙上 人民都看见他 看啊 他里面贴身穿着的 是件麻衣 他说 如果今日 杀法的儿子 以丽莎的头 仍留在他身上 愿神惩罚我 而且加倍惩罚我 那时 以丽莎正坐在自己的屋子里 众长老也和他坐在一起 王差派一个在他面前示例的人去 那使者去到以丽莎那里以前 以丽莎对众长老说 你们看 这凶手之子派人来取我的手机 你们留意那使者来到的时候 你们要把门关上 把他挡在门外 他主人的脚步声 不是在他后面吗 他和众长老 还在说话的时候 看啊 王就下到他那里说 看啊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 我为什么还仰望耶和华呢 猎王记下第七章 以丽莎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明日大约这个时候 在撒玛利亚的城门 三公斤面粉只卖十一克银子 六公斤大卖 也只是卖十一克银子 但那搀扶王的官长 回答神人说 即使耶和华在天上开了窗户 也不会有这事发生 以丽莎说 看啊 你要亲眼看见 却吃不着 有四个麻风病人 在城门口那里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如果说 我们进城去吧 城里正有饥荒 我们就要死在那里 我们如果坐在这里 也是要死 现在让我们去投降 亚兰人的军队吧 如果他们饶我们一命 我们就可以活着 如果他们要杀死我们 我们就死吧 于是他们在黄昏动身 去到亚兰人的军营那里 他们来到亚兰人的军营外边 竟看不见一个人在那里 因为 逐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战车 战马和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看啊 一定是以色列王 雇用了河兰人的众王 取去金子银子和衣服 然后离去 把东西收藏起来 他们再回去 进入另一座账目 从那里拿走财物 去收藏起来 他们彼此说 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今天是报好消息的日子 我们静不出声 如果我们等到早上天亮 我们就算为有罪了 现在来吧 我们要去通知王家 他们就去呼喊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去过亚兰人的军营那里 看见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也没有人声 只有马仍拴着 驴仍拴着 账目都原封不动 守城门的就喊叫起来 又往城内给王家报信 王在夜间起来 对他的臣仆说 我告诉你们 亚兰人对我们所做的是 怎么一回事 他们知道我们闹饥荒 所以出到军营外 在田野埋伏 心里说 他们必从城里出来 我们就可以活捉他们 进入城里去了 他的一位臣仆回答说 请叫人拉五匹剩下的马来 看哪 他们像所有剩下在这里的以色列人 都要像所有死去的以色列人一样 让我们打发人去看看吧 于是他们取了两辆战车和马匹 王差人去追踪亚兰军 吩咐他们 去查看吧 他们就去追踪亚兰军 直到约旦河 看哪 沿途堆满了衣物器具 就是亚兰人在匆忙逃走时丢弃的 于是使者回去向王报告 众民就出去 抢掠亚兰人的军营 于是三公斤面粉 卖十一克银子 六公斤大卖 也卖十一克银子 好像耶和华所说的 王指派那官长 就是那搀扶他的 在城门口镇压 众民在城门那里 把他践踏在地 他就死了 好像神人所说的 就是王下来到神人那里时 他所说的 这是因为当神人对王说 明天大约这个时分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六公斤大卖 卖十一克银子 三公斤面粉 也卖十一克银子 那官长回答神人说 即使耶和华在天上开了窗户 也不会有这事发生 神人说 看哪 你要亲眼看见 却吃不着 这事果然发生在他身上 众民把他践踏在地 他就死了 《猎王记下》第八章 以丽莎告诉那妇人 她的儿子曾被以丽莎救活 说 你和你全家要动身 离开这里 住在你可以寄居的地方 因为耶和华宣布了 将有饥荒 这饥荒要临到这地七年 那妇人就动身 按照神人所说的去做 她和她的全家离去 住在非利士地七年 七年结束的时候 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 就去为自己的房屋 填产哀求王 那时 王正在和神人的仆人 基哈西交谈 说 请你向我讲述 以丽莎所做的一切大事 她正向王讲述 以丽莎叫死人复活的事的时候 看哪 以丽莎曾救活她的儿子的那妇人 来为她的房屋填产 哀求王 基哈西说 我主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了 她的这个儿子 就是以丽莎救活的了 王问那妇人 她就告诉她一切事 于是王指派一个太监给她说 把所有属于她的 以及从她离开此地 直到现在 她田地的一切出产 都归还她 以丽莎来到大马士革 亚兰王便哈达患了病 有人告诉她说 神人来到这里了 王对哈薛说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 托她求问耶和华说 我这病能痊愈吗 于是哈薛去见以丽莎 她带着礼物 就是大马士革各样的美物 由四十匹骆驼驼着 去站在她的面前说 你的儿子亚兰王便哈达 耶和华派我到你这里来 问你说 我这病能痊愈吗 以丽莎对她说 你去告诉她说 你一定会痊愈的 但耶和华指示我 她一定要死 以丽莎定睛看着她 直到她感到局促不安 然后神人哭了起来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起来了 她回答 因为我已知道 你要对以色列人施行的恶事 他们的城堡 你要放火焚烧 他们的年轻人 你要用刀杀死 他们的婴孩 你要摔死 他们的孕妇 你要剖开 哈薛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罢了 怎可以做这样的大事呢 以丽莎说 耶和华已指示我 你要做王统治亚兰 于是她离开以丽莎 回到她主人那里 便哈达对她说 以丽莎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她说 她对我说 你一定痊愈的 第二天 哈薛拿被窝浸在水里 然后蒙住 便哈达的面 她就死了 于是哈薛接续她做王 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约沙法还在的时候 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做了王 他登基时是32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照着以色列诸王的道路而行 好像雅哈家所行的 因为他娶了雅哈的女儿为妻 并且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但耶和华因他仆人大魏的缘故 不愿毁灭尤达 却要照他应许大魏的 赐给他和他的后裔 永远有相当延续 约兰王在位的日子 以东人反叛 脱离犹大人的手 自己立王统治本国 于是约兰过到萨义去 并且带着他所有的战车 他夜间起来 攻击包围他和他的战车军长的以东人 他的军民却逃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于是以东人背叛 脱离犹大人的手 直到今日 那时利拿人也同时背叛 约兰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兰和他的祖先同睡 人把他埋葬在大魏城 和他的祖先一起 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位第十二年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犹大王 他登基时是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 他母亲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安利的孙女 他照着亚哈加的道路而行 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亚哈加一样 亚哈谢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的拉末 同亚兰王哈薛交战 亚兰人急伤了约兰 约兰于是回去 到耶色列治伤 就是当他攻打亚兰王哈薛时 亚兰人在拉末急伤他的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所以吓到耶色列去探望他 《猎王记下》第九章 以丽莎先知换来一位先知门徒 对他说 你要竖上腰 手里拿着这瓶膏油 到基列的拉末去 你到了那里 要在那里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护 你要去请他从他的兄弟中起来 然后把他带进一个密室 你要拿着这瓶膏油 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高丽你做王统治以色列 然后你要开门逃跑 不可停留 于是那年轻的先知 往激烈的拉末去了 他到了那里 看见军队的将领都坐在那里 他就说 将军 我有话要对你说 耶护说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 你要对哪一个说话呢 他说 将军 我要对你说 耶护就起来 进了屋子 先知门徒就把油 倒在耶护的头上 对他说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这样说 我高丽你做王 统治耶和华的人民 以色列 你要击杀你的主人 雅哈的家 我要为我仆人 种先知的血 和所有耶和华的仆人的血 在耶洗别身上报仇 雅哈的全家都要灭亡 我要减除在以色列 属雅哈的男人 无论是自由的 或是为奴的 我要使雅哈的家 好像尼巴的儿子 伊罗波安的家 又好像雅西亚的儿子 巴沙的家 至于耶洗别 他的尸体 要在耶色列的田间 被狗吃掉 没有人来埋葬 他一说完 就开门逃走了 医护出来 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去 他们问他说 一切都平安吗 那疯子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他对他们说 你们认识这个人 也知道他说些什么 他们说 谎话 请你告诉我们吧 他说 他这样对我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已经高丽你 做王统治以色列 他们就急忙 把自己的衣服 放在他脚下的台阶上 然后吹响号角宣告 耶护做王了 这样 明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 耶护背叛约兰了 约兰和以色列众人 曾因亚兰王哈薛的缘故 守卫着激烈的拉末 但后来 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去治伤 就是他与亚兰王哈薛作战时 弓箭手击伤他的 耶护说 你们若是同意 就不要让人逃出这城 到耶斯列去报信 于是耶护登上战车 往耶斯列去了 因约兰正在那里卧病 犹大王亚哈谢下来探望他 站在耶斯列城楼的兽兵 看见耶护的队伍来临 就说 我看见有一队人马 约兰说 叫一个寄兵来 派他去见他们 说平安吗 于是 有一个寄兵去迎见耶护 说 王这样问 平安吗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转到我后面去吧 那寿兵又报告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没有回来 王又派第二个寄兵去 他来到他们那里 说 王这样问 平安吗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转到我后面去吧 那寿兵又报告 他已经去到他那里 却没有回来 那驾车的手法 很像宁氏的孙子耶护 因为他驾车很凶猛 约兵就说 背车 他们就为他背了车 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 亚哈谢出城 他们各自乘坐战车出去 见耶护 就在耶色列人 拿伯的田间遇上了他 约兰看见耶护的时候 就说 耶护 平安吗 耶护说 你的母亲也许别的银行和鞋数这么多 还有平安吗 约兰立刻把车调转过来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啊 反了 耶护拉满弓 射中约兰的背 箭从他的心窝穿出 他就倒在自己的车上 耶护对副官毕甲说 把他抬起来 丢在耶色列人拿伯的田地里 因为我还记得 你我一起驾车 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时候 耶和华曾宣告了这些有关亚哈的话 昨天我实在看见了拿伯的血 和他儿子们的血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在这块田地上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现在 你要按着耶和华的话 把他抬起来丢在田里 犹大王亚哈谢看见这一切 就沿着通往伯哈干的路逃走 耶护紧追着他 说 还有他 他们就在靠近以伯连的孤尔坡 把他急伤在战车上 他逃到米吉多 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用车把他的尸体 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 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 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 亚哈谢登基统治犹大 耶护到了耶斯列 耶喜别已经听完 就涂眼梳头 从窗户里往外观望 耶护进入城门的时候 他说 平安吗 杀主的心力 耶护抬头对着窗户说 有谁拥护我 谁 历时有两三个太监往外望着他 他说 把他抛下来 他们就把他抛下去 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匹身上 他们也践踏了他 耶护进入屋内又吃又喝 然后说 你们去料理那被咒诅的妇人 把他埋了 因为他是王的女儿 于是他们去收敛他 却找不到他的尸体 只找到头骨 双脚和双掌 他们就回去告诉他 他说 这正是耶和华 借着他仆人提斯比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野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 吃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体 要向耶斯列田间的奋肥 以致人不能说 这是耶喜别 猎王记下第十章 雅哈有七十个儿子 在撒玛利亚 耶护写了一批信 送到撒玛利亚 对耶斯列的首领 长老和雅哈众子的导师说 你们主人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 你们也有战车 马匹 射防城和武器 那么这封信到达你们那里的时候 你们就要看看 在你们主人的儿子中 哪一个是最好最合适的 把他立在父亲的宝座上 你们又要为你们主人的家作战 他们就十分害怕 说 看哪 两个王尚且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于是内务长、市长、长老和雅哈众子的导师送信给耶护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你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必照办 我们也不会立什么人做王 你看怎样好 我们就怎样做 于是耶护写第二封信给他们说 如果你们是归从我 听我的话的 就要把你们主人的儿子们的头颅取下 明天大约这个时候 带来耶斯列给我 那时 王的七十个儿子 是住在抚养他们的城中的大臣那里 这信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 他们就拿住王的重子 把这七十人杀了 然后把他们的头放在盘子里 送到耶斯列耶护那里 有使者来告诉耶护说 王的重子的头送到了 他说 把他们分作两堆放在城门口 直到早上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耶护出来站着对众民说 你们都是无罪的 看啊 是我自己背叛了我的主人 把他杀了 但这所有的人又是谁急杀的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攻击亚哈加的话 一句也没有落空 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 他都做成了 于是耶和华集杀了亚哈加在耶色列圣下的人 还有他所有的大臣 有关的人 祭司 没有一个给他存留 耶和动身 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 他经过牧羊人的伯埃及那里 他遇见了犹大王 亚哈谢的兄弟们 他说 你们是谁 他们说 我们是亚哈谢的兄弟 我们下来要向王的众子和太后的众子请安 他说 活捉他们 他的手下就活捉了他们 在博埃及的坑边杀了他们 一共是42个人 没有留下一人 他又从那里往前行 看见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来迎接他 耶和向他请安 然后说 你的心对我忠诚 就像我的心对你的心一样吗 约拿达说 是的 耶和说 如果是的话 伸出你的手来 他伸出他的手 耶和就把他拉上他的战车 耶和说 你和我一起去 看看我对耶和华的热忱 于是 用自己的战车 载他同去 他来到撒玛利亚 就击杀亚哈家 所有在撒玛利亚剩下的人 把他们完全消灭 正如耶和华 对以利亚所说的话 耶和集合众民 对他们说 从前亚哈信奉巴利 还算是少 耶和要信奉更多 现在 所有的巴利先知 所有信奉他的 和他所有的祭司 都要给我召来 不要走漏一人 因为我要向巴利 献一个极大的祭 缺席的 必不得活 耶和用诡计这样行 是要除灭 所有信奉巴利的人 耶和又说 要为巴利 召开一个严肃会 于是众人宣告 召开大会 耶和派人走遍 以色列各地 所有信奉巴利的人都来了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都进了巴利庙 以致巴利庙 从这边到那边 都塞满了人 耶和对掌管 衣橱的说 把礼服拿出来 给所有拜巴利的人穿 他就把礼服拿出来 给他们穿上 耶和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 来到巴利的庙中 他对信奉巴利的人说 搜查看看 这里不要有信奉 耶和华的人 和你们同在一起 只可以有信奉 巴利的人 他们进去献祭 和献凡祭 耶和布置了八十个人 在外面 说 如果我带来 交在你们手中的人 有一个从他们中间逃脱了 你们就要以命抵命 耶和献完了凡祭 就对卫兵和军长说 你们进去杀死他们 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 卫兵和军长 于是用刀击杀他们 又把他们的尸体抛出去 然后往巴利的城 去了 他们又把巴利庙内的神柱 搬出去烧了 他们毁坏了巴利的神柱 又拆毁了巴利庙 作为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 耶和从以色列中 消灭了巴利 只是 耶和没有离弃 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罪 就是他使以色列人 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敬拜在伯特利和弹的金牛犊 耶和华对耶护说 因为你办好了我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一切心意 对付雅哈家 你的子孙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直到第四代 可是耶护没有尽心 遵行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 离弃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开始削弱以色列 哈薛在以色列各处的边境 攻击他们 从约旦河以东 激烈的全地 迦德人 刘本人 和马拿西人之地 从靠近亚难河的亚罗尔起 至基列和巴山 耶护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的一切英雄事迹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耶护和他的祖先同享安息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哈斯 接续他作王 耶护在撒玛利亚作王 统治以色列 共二十八年 列王记下 第十一章 亚哈谢的母亲 亚他利亚 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 救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 但约兰王的女儿 亚哈谢的妹妹 约十八 把亚哈谢的儿子 约阿施 从正要被杀的王子中 偷了出来 把他和他的儒母 藏在卧室里面 他们把他收藏起来 躲避亚他利亚 免得他被杀死 约阿施和他的儒母 在耶和华的殿中 躲藏了六年 亚他利亚 却作王统治那地 在第七年 耶和耶大派人 把加利仁和卫兵的 众百夫长带来 领他们进入 耶和华的殿中 和他们立约 使他们在 耶和华的殿里起誓 然后把王子带出来 和他们见面 他又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做 你们在安息日值班的 三分之一要守卫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 三分之一要在卫兵院的后门 你们要轮班把守王宫 你们在安息日 不用当职的两班人 要为王的缘故 守卫耶和华的殿 你们要在四周围护着王 个人手中要拿着自己的武器 擅自闯入班次的 必被处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要紧随左右 于是 众百夫长 照着耶和耶大祭司的 一切吩咐去行 他们各自率领人马 无论在安息日值班 或不用当职的 都来到耶和耶大祭司那里 耶和耶大就把藏在 耶和华殿里 属于大卫王的毛枪和盾牌 交给众百夫长 各卫兵手持兵器 从殿的右面到殿的左面 面对祭坛和殿 围绕着王势力 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 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 又把约书交给他 他们就永立他为王 用膏告他 并且拍掌说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听见卫兵和民众的声音 就进到耶和华的殿 众民那里去 他看见王子按着龟吏 站在柱旁那里 首领和号手在王的旁边 当地所有的人民欢乐吹号 亚他利亚于是撕裂衣服 呼叫 反了反了 耶和耶大祭司吩咐众百夫长 就是统领军兵的 对他们说 把他从各班军兵中赶出去 跟随他的都要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的殿内杀死他 于是他们下手拿住他 他回到王宫的马门的时候 就在那里被人杀死 耶和耶大又使王和人民 与耶和华立约 好使他们做耶和华的人民 又使王与人民立约 然后当地所有的人民 都来到巴黎庙 把他拆毁 把他的坛和像完全打碎 又在祭坛前 把巴黎的祭司马坦杀了 耶和耶大祭司又设立官员 管理耶和华的殿 他又率领众百夫长 加利人 卫兵和当地所有的人民 护送王从耶和华的殿下来 经卫兵的门进入王宫 这样约阿师就坐上了王位 当地所有的人民都欢乐 合成平静 至于亚他利亚 他们在王宫用刀把他杀死了 约阿师做王的时候 只有七岁 列王记下第十二章 耶护在位第七年 约阿师登基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从别世巴来的 在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的日子 他就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没有废去 人民仍在秋潭献祭焚香 约阿师对众祭司说 所有分别为圣 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 或是各被赎典之人的赎价 或是各种的赎价 或是各人随着心意 放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 各祭司可向自己熟悉的人收取 他们要修理殿内毁坏的地方 就是一切发现有毁坏的地方 可是到了约阿师王在位二十三年的时候 祭司还未修好圣殿毁坏的地方 于是约阿师王召了耶和耶大祭司和众祭司来 说你们为什么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呢 现在不要向你们熟识的人收取银子 却要把所收的交出来 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 众祭司答应不再从人民收取银子 也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 耶和耶大祭司搬来了一个箱子 在他的顶上钻了一个孔 把他放在祭坛旁边 在圣殿入口的右边 守门的祭司把放到耶和华殿所有的银子都投进箱里 他们看见箱内的银子多起来的时候 就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 他们就数点在耶和华殿里所得的银子 装在袋中 他们把所称的银子交在耶和华殿中管理工匠的监工手里 然后他们支付给在耶和华殿做工的木匠和建筑工人 以及泥匠和石匠 又用来购买木材和造好的石头 来修理耶和华殿里毁坏的地方 以及支付一切修理耶和华殿的开支 但耶和华殿里的银杯 竹简 碗 耗 或任何金银器皿 都没有用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来做 他们只把银子交给工匠 用来修理耶和华殿里毁坏的地方 他们没有要求经手 把银子转付工匠的人交代账目 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但是赎签计和赎罪计的银子 他们没有奉入耶和华的殿 这些银子是属于祭司的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 攻打加特 把他夺取了 他又决心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师 于是拿出所有的圣物 就是他的祖先犹大王约沙法 约兰和亚哈谢所献的圣物 以及他自己所献的圣物 还有耶和华殿 和王宫宝库里所有的金子 送给亚兰王哈薛 哈薛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约阿师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 他们在米罗宫内 他下到希拉的时候 击杀了他 他的臣仆 是米亚的儿子约萨甲 和朔末的儿子约萨拔 击杀他 他就死了 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 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他的儿子亚马谢 接续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十三章 犹大王亚哈薛的儿子约阿师 在位第二十三年 耶护的儿子约哈师 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十七年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随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不肯转离 于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常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 和哈薛的儿子汴哈达的手中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 因为看见了以色列所受的压迫 就是亚兰王对他们的压迫 耶和华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 他救他们脱离亚兰王的手 于是 以色列人可以在自己的家安居 好像以前一样 可是 他们没有离开耶罗伯安家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仍然行在罪中 亚瑟拉依然立在撒玛利亚 于是 耶和华没有给约哈斯留下渔民 只剩下寄兵五十人 战车十辆 和步兵一万人 因为亚兰王毁灭他们 践踏他们 好像河场上的尘土 约哈斯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葬在撒玛利亚 他的儿子约阿师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约阿师 在位第37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师 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 仍然行在罪中 约阿师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与犹大王 亚马歇作战时的英勇事迹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阿师和他的祖先 一同长眠后 耶罗伯安坐上了他的王位 他把约阿师葬在撒玛利亚 和以色列诸王在一起 以色列王患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师笑到他那里 扶在他的脸上哭 说 父啊 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啊 以色列对他说 拿弓箭来 他就把弓箭拿给他 他对以色列王说 把你的手放在弓上吧 他就把手放在弓上 以色列又把自己的手 放在王的手上 他说 打开向东的窗户 他就打开了 以色列说 放箭吧 他就放箭 以色列说 这是耶和华胜利的箭 耶和华得胜亚兰人的箭 你要在亚福击杀亚兰人 直到完全灭绝 他又说 拿箭来 他就拿了来 他对以色列王说 你挤打地吧 他就挤打地 打了三次 就站起来了 神人就对他发怒说 你应该挤打五次 或者六次 那样就能打败亚兰人 直到完全消灭他们 现在 你只可以打败亚兰人三次了 以利沙死了 也埋葬了 磨押人 常在每年春天 入侵以色列地 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的时候 看见一群来侵略的人 他们就把死尸 丢在以利沙的坟上 随即走了 死尸碰着以利沙的骨头 就复活了 双脚站了起来 约哈斯在位的日子 亚兰王哈薛 一直都欺压以色列 但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 怜悯他们 眷顾他们 这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 以色和雅各 所立的约 不愿意毁灭他们 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丢弃 直到今日 亚兰王哈薛死了 他的儿子变哈达 接续他做王 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施 从哈薛的儿子 变哈达手中 把哈薛 在战争时 从约阿施的父亲 约哈斯手中 夺去的城市收复 约阿施 三次打败变哈达 收复以色列的城市 列王记下 第十四章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施 在位第二年 犹道王约阿施的儿子 亚马谢 登基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 是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 共二十九年 他母亲 名叫约耶诞 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他行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只是不像 他的祖先大卫 却是照着他父亲 约阿施 所行的一切去行 只是秋潭 还没有废去 人民 仍在秋潭 献祭焚香 当国家 在他手中稳定以后 他就把那些 急杀他父王的 臣仆杀了 但他们的儿子 没有处死 这是按照 摩西律法书上所写 是耶和华的吩咐 不可因儿子的罪 处死父亲 也不可因父亲的罪 处死儿子 个人要因自己的罪 而死 他在阎谷 击杀了一万以东人 又攻取了希拉 然后把他的名字 改称为约帖 直到今日 那时 亚马歇派使者 去见耶和的孙子 约哈施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施说 来 我们在战场相见吧 以色列王约阿施 派人去见 犹大王亚马歇说 黎巴嫩的吉里 派人去见 黎巴嫩的香伯树说 请你把你的女儿 给我的儿子 做妻子吧 后来 有黎巴嫩的野兽经过 就把吉里踩倒了 不错 你打败了一东人 你的心就高傲 你尽管自己夸耀 安坐家中就是了 为什么要惹祸 使你父王 也使犹大跟你一起父王呢 但是亚马歇 不听他的话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 和犹大王亚马歇 在属犹大的博士脉相见 犹大人 被以色列人击败 个人逃回自己的家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施 捉住了亚哈谢的孙子 约阿施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歇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拆毁了耶路撒冷一段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两百公尺 又略去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的宝库里 所有的金子 银子 和一切器皿 还有人质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约阿施 其余的事迹 和他的英勇事迹 就是与犹大王亚马歇 作战的事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约阿施 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 他和以色列诸王一样 葬在撒玛利亚 他的儿子 耶罗波安 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施死后 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 亚马歇 仍活了十五年 亚马歇其余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 犹大列王的年代至上吗 在耶路撒冷 有人阴谋反叛他 他就逃到拉吉去 他们派人跟踪他到拉吉 就在那里把他杀死了 他们把他的尸首 驮在马背上运回来 葬在耶路撒冷 在大魏的城里 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犹大的众民 选立了亚萨利亚 他只有十六岁 他们就立他 接续他父亲亚马歇作王 亚马歇和他的祖先 一同长眠以后 亚萨利亚 重建了以拉他 并且收归犹大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歇十五年 以色列王约阿师的儿子 耶罗波安 在撒玛利亚登基 他做王共四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 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 就是借着他的仆人 加特西夫人 雅米泰的儿子 约拿先知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十分艰苦 无论是自由的或维奴的都没有了 也没有帮助以色列的 耶和华没有命定 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 所以借着约阿师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他们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作战时的英勇 怎样收复大马士革和元属犹大的哈马 归以色列 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耶罗波安和他的祖先 以色列诸王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萨加利亚就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第27年 犹大王亚马歇的儿子亚萨利亚登基作王 他登基的时候才16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来自耶路撒冷的 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就像他父亲亚马歇所行的一切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人民仍在秋潭献祭焚香 耶和华击打王 他就患了麻风病 直到他死的日子 于是他住在隔离的房子 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务 治理国民 亚萨利亚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亚萨利亚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葬在大卫的城 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萨利亚在位第38年 耶罗波安的儿子 萨加利亚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共六个月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他祖先所行的 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 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亚比的儿子沙龙 阴谋反叛他 在人民面前把他杀死 接续他做王 萨加利亚其余的事迹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 这就是耶和华 曾论到有关耶护的话说 你的子孙必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直到第四代 这话果然应验了 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第39年 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做王 他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 家底的儿子米拿县 从德萨上去 到撒玛利亚攻击亚比人沙龙 把他杀死 接续他做王 沙龙其余的事迹 和他反叛的经过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 那时 米拿县从德萨开始 攻打提匪萨 和城中所有的人 以及他的四境 因为他们不给他打开城门 所以他攻击他 把所有的孕妇剖腹 犹大王亚萨利亚 在位第39年 家底的儿子米拿县 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 共十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他在位的日子 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 亚述王普勒 来攻打以色列地 米拿县给普勒 三万公斤银子 请普勒帮助他兼顾王位 米拿县向以色列人 就是所有大财主 抢索银子 每人五百七十克 好献给亚述王 于是亚述王回去了 不在以色列地停留 米拿县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米拿县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比加侠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萨利亚 在位第五十年 米拿县的儿子比加侠 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二年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比加侠的军长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阴谋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卫所 击杀他 与比加同谋的 有雅尔哥伯和雅利耶 以及和他一起的五十个激烈人 比加把他杀死 接续他做王 比加侠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 犹大王亚萨利亚在位第五十二年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在撒玛利亚做王 统治以色列 共二十年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 以色列王比加在位的日子 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前来 供取了乙云 亚伯伯玛加 亚罗 基迪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和拿福他利全地 把居民掳到亚述去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在位第二十年 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阴谋背叛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击打他 把他杀死 接续他做王 比加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 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在位第二年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 登基做游大王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莎 是萨都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他没有把秋坛废去 国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 他就是那建造耶和华殿的上门的 约坦所行其余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至上吗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开始派遣亚兰王 他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下第十六章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十七年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做王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二十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但是他不向他祖宗大魏 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正的事 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 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绩 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驱逐的外族人所行可赠物的事 并且在秋坛上 在山岗上和所有清脆的树下 献祭和焚香 那时 亚兰王利逊与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他们把亚哈斯围困起来 却不能战胜他 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复以拉他 归于亚兰 他把犹大人逐出以拉他 亚兰人来到以拉他 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于是 亚哈斯拆派使者 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 说 我是你的臣仆 你的儿子 求你上来 就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 亚哈斯拿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宝库内的金子和银子 送给亚述王做礼物 于是 亚述王答应了他 亚述王上去攻打大马士革 把城攻去 把居民掳到吉尔 又把利逊杀死了 亚哈斯王到大马士革会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 看见在大马士革的祭坛 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坛的图样 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 于是乌利亚祭司按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一切指示建造祭坛 在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 乌利亚祭司就照样做了 王从大马士革回来 看见了那祭坛 于是王走到祭坛旁边 登上台阶 烧他的梵祭和宿祭 又浇上他的殿祭 并且把他的平安祭生的血 洒在祭坛上 至于耶和华面前的同祭坛 他把他从殿前 从新坛与耶和华殿中间 移至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乌利亚祭司说 要在这大祭坛上 焚烧早晨的梵祭 黄昏的宿祭 王的梵祭生和宿祭 所有国民的梵祭和宿祭 也要在坛上 浇上他们的殿祭 以及所有梵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血 至于同祭坛 我要用来求问神 乌利亚祭司就照着亚哈斯王 一切所吩咐地去行 亚哈斯又砍掉盆座的边缘 把洗浊盆拿下来 又把铜海 从驮着铜海的铜牛上取下来 放在铺了石的地上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 他把耶和华殿里 为安息日而建造的篮子 和王从外边进殿的篮子 从耶和华的殿内拆除 亚哈斯所行其余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之上吗? 亚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 葬在大魏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他的儿子西西家 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下第十七章 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第十二年 以拉的儿子和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 统治以色列九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亚述王丧曼以色 上来攻击他 他就臣服于他 并且向他进贡 后来 亚述王发觉和西亚阴谋反叛 他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索 并且不再向亚述王献上贡物 像过去每年一样 亚述王就拿住他 把他囚在牢里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 并且到撒玛利亚来 围城三年 和西亚在位第九年 亚述王占领了撒玛利亚 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 喜至他们在哈拉 在哈伯河和哥赞河一带 以及在马代人的各城 这是因为 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 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 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敬畏别的神 他们随从耶和华 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的风俗 以及以色列诸王奉行的风俗 以色列人也说了亵渎的话 顶撞耶和华他们的神 并且在他们所有的城市 从少战到设防城 为他们自己建筑秋坛 又在各高山顶上 和每一棵清脆的树下 树立神柱和亚瑟拉 他们在各秋坛上献祭和焚香 好像耶和华从他们的面前 掳去的外族人一样 又行恶事 使耶和华发怒 他们又服侍雕刻的偶像 耶和华曾警告他们 不可以行这事 耶和华曾借着他的众先知 和仙剑警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 从你们的恶道上转回吧 谨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律例 就是我曾吩咐你们的祖先 和借着我的仆人众先知 传递给你们的一切律法 可是他们不听从 反而映着自己的景象 好像他们的祖先 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 和他与他们的祖先定立的约 以及他对他们的警戒 却信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虚妄 跟从他们周围的外族人 耶和华曾吩咐他们 不可跟从他们的行为 他们丢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吩咐 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筑像 又做亚瑟拉 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和服侍巴力 他们又把儿女用火烧为祭 并且占占捕 行法术 出卖自己 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使他发怒 于是 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 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连犹大人也不持守 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吩咐 随从以色列人所行的习俗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人的后裔 使他们受苦 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的手中 直到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完全丢弃 因为他自从使以色列从大魏家分裂出来后 他们就立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做王 耶罗伯安却引诱以色列人不去跟从耶和华 又使他们犯了大罪 以色列人就随从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恶 总不转离 以至最后 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自己的面前赶走 就像他借着自己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于是以色列人被掳离开自己的国土 往亚树去 直到今日 亚树王从巴比伦 古他 亚瓦 哈马 和西法瓦因 带人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做产业 住在他的城市中 他们开始在那里居住的时候 并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 耶和华派狮子到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好些人 有人告诉亚树王说 弥索鲁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市的众民族 不知道当地的神的规矩 所以他派狮子到他们中间 看啊 狮子咬死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地的神的规矩 于是 亚树王下令 我从那里鲁来的祭司中 要叫一个回到那里去 他要去住在那里 教导他们当地的神的规矩 于是 从撒玛利亚被鲁来的祭司中 有一个回去 住在伯特利 教导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但各族的人 仍然制造自己的神像 安放在撒玛利亚人 所造各丘坛的庙中 各族人 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 都这样做 巴比伦人 做了书哥比娜像 古他人 做了逆甲像 哈马人 做了雅士马像 亚瓦人 做了逆哈和他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 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 他们也惧怕耶和华 所以从他们中间 选立秋坛的祭司 替他们在秋坛的庙里献祭 他们既惧怕耶和华 又服侍他们的神 从哪个民族掳来的 就按照那个民族的习俗 服侍他们的神 直到今日 他们仍是按照 他们初识的习俗去行 他们不敬畏耶和华 行事不按他们的规律 和典章 也不按耶和华 曾吩咐雅各的子孙的律法 和诫命 后来 耶和华给雅各 起名为以色列 耶和华曾经和他们立约 又吩咐他们说 你们不可崇敬别的神 不可跪拜他们 不可服侍他们 也不可向他们献祭 但那曾用大能和身出的绑壁 把你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耶和华 你们应当敬畏他 跪拜他 和向他献祭 他写给你们的律例 典章 律法 和诫命 你们要永远谨守遵行 不要崇敬别的神 他和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忘记 不要崇敬别的神 但要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必救你们脱离所有仇敌的手 可是他们没有听从 仍然照着他们起初的习俗去行 这样 这些民族一方面敬畏耶和华 另一方面又继续服侍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子子孙孙 继续照着他们的祖先所行的去行 直到今日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和西亚在位第三年 犹道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雅比 是萨加利亚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的祖宗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废去秋坛 打碎神柱 砍掉亚瑟拉 他又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 因为直到那些日子 以色列人仍然向他焚香 称他做尼乎世代 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以前或以后的犹大列王中 没有向他的 他忠于耶和华 没有转离不跟从他 谨守他的吩咐 就是他曾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和他同在 他所有的征战都得到成功 他背叛亚述王 不再臣服他 他攻击非力士人 直到加萨和他的四境 从少战以至设防城 西西迦王在位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在位第七年 亚述王撒曼以色 上来攻击撒玛利亚 把城围困 过了三年 他们就攻取了撒玛利亚 西西迦在位第六年 就是以色列王 和西亚在位第九年 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述王把以色列人 掳到亚述去 把他们洗至在哈拉 哈伯河 和哥散河 以及马代人的城里 这是因为 他们不听从 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吩咐的一切 他们都不听从 不遵行 西西迦王 在位第十四年 亚述王 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 犹大所有的社防城 占据了他们 犹大王西西迦 派人往拉吉 去见亚述王说 我有罪了 请你离我回去吧 你们家于我的处分 我必承担 于是 亚述王 罚了犹大王西西迦 九百公斤银子 和一百八十公斤金子 西西迦 就把耶和华殿 和王宫宝库内 所有的金子 都给了他 那时 犹大王西西迦 把耶和华殿门上 和自己包在门柱上的金子 都刮了下来 给了亚述王 亚述王 从拉吉派他尔探 拉伯萨利 和拉伯沙基 率领大军 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迦王那里去 他们就上来 去到耶路撒冷 他们到达以后 就站在上池的 饮水道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 希勒家的儿子 王公总管 以利亚敬 书记 摄伯纳 和亚萨的儿子 使官 约亚 就出来见他们 拉伯沙基 对他们说 你们要对西西迦说 亚述大王这样说 你所倚赖的这种防御 算是什么呢 你说有作战的智谋和能力 只是嘴上空言 现在 你倚赖谁 才背叛我呢 你看 你倚赖埃及 这压伤的鲁尾 做的手杖 人若是倚靠他 他必刺入他的手 把手刺伤 埃及王法老 对所有倚赖他的人 正是这样 如果你们对我说 我们倚靠的是 耶和华我们的神 西西迦不是曾把他的 丘坛和祭坛废去 又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这祭坛前敬拜吗 现在 你可以和我主亚述王打赌 我给你二千匹战马 看你能否派出寄兵来骑他们 否则 你怎能使我主最小的一位臣仆 转脸逃跑呢 你竟然依赖埃及 供应战车和战马吗 现在 我上来攻击这地方 要毁灭它 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曾对我说 上去攻击那地 把它毁灭 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靖 摄伯纳和约雅 对拉伯沙基说 请用亚兰语和你的仆人们说话 因为我们听得懂 不要用犹大语和我们说话 免得传入在城墙上的人民的耳中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我主派我来 只是对你的主和你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坐在城墙上 和你们在一起吃自己的粪和自己的尿的人民说的吗 于是 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要听亚树大王的话 王这样说 不要给希勒家欺骗了你们 因为他不能从我的手中解救你们 也不要让希勒家欺骗你们 去信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一定会解救我们 这城 必不会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不要听从希勒家 因为亚树王这样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向我投降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 无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水池里的水 直到我来带你们到一个向你们国家的地方 那地方有五谷新酒 粮食和葡萄园 橄榄树和蜂蜜 你们必可以活着 不会死亡 不要听从希勒家 因为他误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解救我们 列国的神 真能解救他们的国土 脱离亚树王的手吗 哈玛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音 西拿和以瓦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可以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家所有的神 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众民都不出声 一句话也不回答他 因为王吩咐他们 不要回答他 当时王公总管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 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来到西西家那里 他们的衣服都撕裂了 他们把拉伯杀鸡的话都告诉了他 列王记下第十九章 西西家王听见了 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 披上麻布 来到耶和华的店 王又派王公总管以利亚敬 书记舍伯纳和祭司中的长老披上麻布 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那里 他们对他说 西西家这样说 今天是痛苦 责罚和侮辱的日子 好像婴儿的产旗到了 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 耶和华你的神 听到拉伯杀鸡所说的话 他就是他的主 亚述王派来辱骂 永活的神的人 就因着耶和华你的神 所听见的话 责罚他 所以 请为这里余圣的人献上祷告 西西家王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 以赛亚对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告诉你们的主人 耶和华这样说 不要因你所听见亚述王的随从 亵渎我的话而惊怕 看啊 我要使他的心精湛 他将听见消息 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 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 倒在刀下 拉伯杀鸡回去 发觉亚述王正在攻打利拿 因为他曾听说 亚述王以拔营离开拉吉 亚述王听见有关古石王 特哈加的消息 说 看啊 他出来要和你交战 于是亚述王再派使者去见西西家说 你们要对犹大王西西家说 不要让你所信靠的神欺骗你说 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看啊 你听过亚述列王怎样对付列国 把他们完全毁灭 你会得着解救吗 我祖先所消灭的民族就是 哥赛人 哈兰人 利瑟人 和在提拉萨的伊甸人 他们的神可曾解救他们吗 哈马王 亚尔巴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王和以瓦王在哪里呢 西西家从使者手中接过信件 念完了 就上耶和华的殿 西西家把信件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 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 天地是你创造的 耶和华 求你侧耳聆听 耶和华 求你睁眼垂顾 听那派使者来侮辱永活的神的西拿基利的话 耶和华 亚述猎王真的曾毁坏列国和他们的领土 把他们的神丢进火里 但他们并不是神 不过是人手用木头石头做成的 因此他们可以把他们除掉 现在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 地上万国就可以知道 只有你耶和华才是神 于是 雅摩斯的儿子以赛亚 派人去见西西家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向我祷告 有关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事 我已经听见了 下面是耶和华所说 关于他的话 西安的居民藐视你 痴笑你 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你背后摇头 你辱骂了谁 亵渎了谁 你扬声攻击谁呢 你高举眼目是向谁傲慢呢 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着你的使者 侮辱了我的主 你说 我要用大批的战车 攀登众山的高峰 到达黎巴嫩山的顶端 砍伐高大的香薄树 加美的松木 我要进入极远的风鸾 最茂密的森林 我绝境引外地的水 我用脚掌踏干埃及所有的河道 你们有听过吗 在远古我已决定 在古时我已筹划 现在我要实现 就是你使社防城变成乱堆 他们的居民没有能力 金黄 羞残 他们好像田野的嫩草 青绿的蔬菜和房顶上的草 还未长成就枯萎了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以及你对我所发的烈怒 我都知道 因为你向我发了烈怒 你狂傲的话进入我的耳中 我要把我的钩子 勾在你的鼻子上 把脚环套在你的嘴上 使你 在你来的路上转回去 这要给你做一个征兆 这一年 要吃自然生长的 第二年 也要吃自己长出来的 第三年 要撒种 收割 栽种葡萄园 吃他们的果子 由大家脱逃的渔民 必再往下扎根 往上结果 因为 将有剩余的人 从耶路撒冷出来 将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全这事 因此 耶和华论到亚述王这样说 他不会来到这城 不会在那里射箭 也不会拿着盾牌向城进攻 不会竹起土堆围攻他 他必寻他来的路回去 他必不能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为了我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我必保护这城 拯救这城 那天晚上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军营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早上 他们起来的时候 看啊 到处都是死尸 于是亚述王西纳基利 拔营离开 回去住在尼尼维 一日 他正在他的神 亚斯洛的庙中叩拜的时候 亚德米勒和沙利巴 用刀刺杀了他 然后逃到亚拉拉地 他的儿子 以撒哈顿 接续他作王 猎王记下第二十章 在那些日子 西西家病得要死了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先知来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 因为你将要死 不能再活了 他却转脸向墙 祷告耶和华说 哎 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 曾怎样以真诚 和完全的心 在你面前行事为人 我所行的 都是你看为善的事 西西家就痛哭起来 以赛亚还没有出到中院 耶和华的话就领导他说 你回去 对我子民的君主 西西家说 你祖大卫的神 耶和华这样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啊 我必医治你 第三日 你要上耶和华的殿 我必把十五年的寿命 增添给你 我要拯救你 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又要因我自己 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保护这城 以赛亚说 取一片无花果饼来 他们就取了来 把它贴在窗上 西西家就痊愈了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有什么征兆 告诉我 耶和华 必医治我 第三日 我能上 耶和华的殿呢 以赛亚说 这就是耶和华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征兆 写明耶和华 必成全他应许的这事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级 或是倒退十级呢 西西家说 日影延伸十级容易 不 我要日影倒后十级 以赛亚先知呼求耶和华 他就是日轨上的日影 就是在亚哈斯的日轨上 已经下移的日影 倒退了十级 那时 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比罗达巴拉旦 送信和礼物给西西家 因为他听见西西家病了 西西家听了使者的话 随后把宝库内的一切银子 金子 香料 贵重的油和军器库 以及他宝库内一切所有的 都给他们看 无论是在他的宫中 或是在全国各地的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后来 以赛亚先知来到西西家王那里 对他说 这些人说了些什么 他们是从哪里来见你的呢 西西家说 他们是从遥远的巴比伦来见我的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宫中看到了什么呢 西西家说 我宫中的一切 他们都看见了 在我宝库内的 我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看啊 日子快到 那时 你宫中的一切 和你的祖先所积存直到今日的一切 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 没有一样留下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 你的种子中 就是由你所出 你所生的 有一部分要被掳去 他们要在巴比伦王的王宫中 当太监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很好 他心里说 在我的日子 有和平和安全 不是很好吗 西西家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有的英勇事迹 以及他做水池和饮水道 把水引入城里的事 不是都写在 犹大猎王的年代志上吗 西西家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马拿西就接续他做王 《猎王记下》第21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 他的母亲名叫邪西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民族 所行的可憎恶的事 他重新建造秋坛 就是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 又为巴黎建立祭坛 做亚瑟拉 好像以色列王雅哈所做的 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他又在耶和华的殿内建造祭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要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又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建造祭坛 他又把他的儿子用火烧为祭 并且算命、观照、教鬼和行巫术 多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惹他发怒 他又把自己所做的亚瑟拉雕像 安放在圣殿中 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 所罗门论到这殿说 我要在这殿和我从以色列众之派中 拣选的耶路撒冷 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只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 我吩咐他们的一切 就是我的仆人摩西 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 我必不会再使他们的脚 离开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 流离飘荡 但是他们没有听从 马拿西引诱他们去做坏事 比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 消灭的外族人更厉害 于是 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众先之说 因为犹大王马拿西 所做这些可憎恶的事 比在他以前的亚摩利人 所行的恶更坏 并且以他的偶像 使犹大人犯罪 所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啊 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 使听见的人 双耳都要刺痛 我要用良度撒玛利亚的准绳和测试亚哈加的牵锤 测量耶路撒冷 我要抹净耶路撒冷 像人抹净盘子一样 抹完了就把盘子翻转过来 我要舍弄 我要舍弃我的产业的渔民 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上 他们要成为他们的仇敌的略物和战利品 因为自从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那天 直到今日 他们一直行我看为恶的事 惹我发怒 此外 马拿西又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 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血 这还是在他使犹大人犯罪 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那罪之外 马拿西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所犯的重罪 不是都记录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马拿西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葬在他宫中的花园 乌萨的花园里 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 亚门登基时是二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年 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 来自约提巴 是哈鲁斯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好像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 他跟随他父亲所行的一切道路 服侍他父亲所服侍的偶像 敬拜他们 他离弃耶和华他祖先的神 不跟随耶和华的道路 亚门的臣仆阴谋背叛他 在王宫中把他杀死 可是国民却击杀了所有阴谋背叛亚门王的人 国民立了他的儿子约西亚揭续他做王 亚门其余的事迹就是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记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他葬在乌萨园里他自己的坟墓中 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 猎王记下第22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31年 他母亲名叫耶底大 是雅大雅的女儿 来自波斯加 他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跟随他祖宗大卫所行的一切道路 不偏左右 约西亚在位第18年 王差派米书兰的孙子 亚萨利的儿子书记沙帆 到耶和华的殿吩咐他说 你上去到希勒家大祭司那里 叫他把献给耶和华店的银子 就是守门的从人民所收集的 结算一下 然后要他们把银子交在 耶和华店管理工匠的人手中 他们可以把银子交付在 耶和华店修补破坏的地方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 建筑工人 石匠 有购买木材和找好的石头 用来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方 银子交在他们手中 不用和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希勒家大祭司对书记沙帆说 我在耶和华的殿里找到了一卷律法书 他把书卷交给沙帆 沙帆就阅读那书卷 书记沙帆来见王 向王回报说 你的臣仆已经把殿里的银子清点 交在耶和华店里管理工匠的人手中 书记沙帆又告诉王说 希勒家大祭司交给我一卷书卷 书记沙帆就在王面前诵读那书卷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王又吩咐希勒家祭司 沙帆的儿子亚西干 米干亚的儿子亚格伯 书记沙帆和王的臣仆及亚萨亚说 你们去 为了我 为了人民 为了犹大全国 因着所发现的这书卷上的话 求问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怒气极大 这是因着我们的祖先 没有听从这律法书上的话 没有照着所写给我们的去行 于是 希勒家祭司 亚西干 亚格伯 沙帆 亚萨亚 去见女先知护勒大 他就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 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他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告诉那差你们到我这里来的人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呐 我要照着犹大王所念那书卷上所有的话 使灾祸降临在这地方和他的军民身上 因为他们背弃了我 向别的神焚香 他们所行的一切都使我发怒 因此 我的怒火要在这地方燃点 不会熄灭 至于那差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有关你所听见的话 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和他的军民的话 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受咒诅 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清卑 有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哀哭 我已经听到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看啊 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 你必平平安安地葬在你的坟墓里 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地的一切灾祸 他们就把这话向王回报 《猎王记下》第23章 于是王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到他那里 王登上耶和华的殿 由大众人 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还有祭司 先知和众民 不论大小都一同前往 王就把在耶和华殿发现的约书 所记的一切话都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住旁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一心一意跟从耶和华 谨守他的诫命 殿章和律例 实行这书上所写 有关这约的话 众民都一同立约 王吩咐希勒家大祭司 父祭司和守殿门的 把所有魏巴利 亚瑟拉和天上的万象所制造的器皿 从耶和华殿里搬出去 在耶路撒冷城外 吉伦谷的田野 把他们烧了 然后把他们的灰烬带到伯特里去 他废除了从前犹大猎王索利 在犹大各城的秋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 焚香拜偶像的祭司 又废除向巴利 日、月、星辰和天上万象焚香的人 他把亚瑟拉像从耶和华殿里搬走 拿到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去 在吉伦西把它烧毁 磨碎成灰 把灰撒在平民的坟墓上 他拆毁在耶和华殿内 男性妙计的房屋 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编织袍子的地方 他又从犹大各城 把祭司们召来 污秽祭司们焚香的秋坛 从加巴直到别士巴 他又拆毁设在城门的秋坛 就是在市长约书亚门的出入处 在城门的左边 但是秋坛的祭司不会登上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祭坛 他们只是在他们的兄弟中间吃无效饼 他又污秽在新嫩子谷的陀菲特 人在那里将儿女焚烧献给摩洛 他又除去犹大猎王献给日头的马匹 这些马匹是在耶和华殿的入口处 靠近太监拿丹米勒在院子里的住宅 他又把献给日头的战车用火烧掉 他又把亚哈斯的楼房顶上 犹大猎王所做的祭坛 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所做的祭坛拆毁 就地打碎 把他们的灰尘倒进吉伦西去 在耶路撒冷冬面 橄榄山南面的秋坛 就是以色列王所罗门 为西顿人可赠的神亚斯擦路 摩洋人可赠的神基摩 和亚门人可赠的神米勒公 所筑的秋坛 王都污秽了 他又打碎神柱 砍下亚瑟拉 把死人的骨头布满那个地方 此外 甚至在伯特利的祭坛 和那时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所做的秋坛 他都拆毁焚烧 压碎成灰 又把亚瑟拉烧了 于西雅转过山来 看见在山上的坟墓 于是派人把骨头从坟墓中取出来 烧在祭坛上 误会他 就像神人从前所宣告的耶和华的话 约西雅说 我看见的这墓碑是谁的呢 纳成的人对他说 这是以前从犹大来预告你 在伯特利祭坛上所做的事的神人的坟墓 所以王说 由他吧 不要让人动他的骨头 于是他们没有碰他的骨头 和那从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骨头 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各城市建造 以至激怒耶和华的一切秋坛上的庙堂 约西雅都除去 他照着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对付他们 他又把所有秋坛的祭司都在祭坛上宰了 他把人的骨头烧在他们上面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王又命令众民说 照着这约书上所写的 守于月节 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 真的 自从世诗治理以色列的日子以来 以及以色列诸王和犹大列王所有的日子以来 没有守过像这一次的逾越节的 只有在约西雅王第十八年 在耶路撒冷守了这逾越节 纪念耶和华 约西雅也除去在犹大帝和耶路撒冷所有招魂的 行巫术的 家神 偶像 和一切可赠之物 为要实践西勒加祭司 在耶和华殿里所寻得的书上所写律法的话 在他以前 没有王 好像他按着摩西一切律法 全心 全性 全力 归向耶和华 在他以后 也没有兴起一个王 好像他的 但耶和华 并没有把他向犹大所发的烈怒消除 因马拿西种种的恶行 激怒了他 耶和华说 我也要把犹大从我面前赶走 好像我把以色列除去一样 我要丢弃我所拣选的城市耶路撒冷 以及圣殿 我曾说 我的名必立在那里 约西雅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写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在约西雅的日子 埃及王法老尼哥上来诱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王 约西雅王进去迎战他 法老看见他的时候 就把他杀死在米吉多 他的臣仆把他的尸体从米吉多 用马车运载送到耶路撒冷 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 国民选与约西雅的儿子约哈斯告了他 立他接续他父亲做王 约哈斯登基时是23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哈姆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他的祖先所行的 法老尼哥把他囚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使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王 又罚了犹大国3000公斤银子和30公斤金子 法老尼哥另立约西雅的儿子 以利亚靖接续他的父亲约西雅做王 改了他的名字做约亚靖 他俘虏了约哈斯 把他带到埃及 他就死在那里 约亚靖把银子金子付给法老 为了应付法老的命令 他向全国征收税银 按着他的评估 向每位国民索取金银 号付给法老尼哥 约亚靖登基的时候是25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西布达 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他的祖先一切所行的 列王记下第24章 约亚靖在位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来攻打他 约亚靖就臣服他三年 后来却反悔背叛他 耶和华拆派迦勒底的军队 亚兰的军队 摩押的军队 和亚门人的军队攻打他 他拆他们攻击尤大 毁灭他 就像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 众先知预言的话 这是临到犹大 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 因着马拿西的罪 就是他所行的一切 要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 又因着他所流无辜人的血 他使耶路撒冷满了无辜人的血 耶和华绝不赦免 约亚靖其余的事迹 和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都记在犹大列王的年代至上吗 约亚靖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约亚金 接续他做王 埃及王不再从本国出征 因为巴比伦王占据了 所有从前属于埃及王的领土 从埃及小河直到右发拉底河 约亚金登基的时候是18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尼护施他 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好像他的祖先一切所行的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的臣仆 来到耶路撒冷 城就被围困 尼布贾尼萨的臣仆正在围城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亲自来到耶路撒冷 由大王约亚金和他的母亲 众臣仆 众领袖 以及众太监 出城投降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于是捉住他 那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八年 他又从耶路撒冷 把耶和华殿一切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取去 并且把以色列王索罗门在耶和华殿所做的一切金器都捣毁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他又掳去耶路撒冷的众民 众领袖 以及英勇的战士 共一万人 还有工匠 铁匠 除了国民中最贫穷的以外 没有剩下的 他把约亚金掳到巴比伦去 又把太后 后妃 太监 和国中的要员 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 还有七千位战士 一千位工匠和铁匠 全都是能作战的勇士 巴比伦王 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王 李约亚金的叔叔 马探亚 接续他做王 并且把马探亚的名字 改为西底加 西底加登基的时候 是二十一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哈姆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向约亚金一切所行的 因为耶和华的怒气 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直到他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 后来西底加背叛了巴比伦王 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 西底加做王第九年 十月十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率领他的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 他们在城外安营 又在四围竹垒攻城 于是 城被围困 直到西底加王第十一年 四月九日 城里饥荒非常严重 甚至纳地的人民都断了粮食 城终于被攻破了 所有的战士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的花园的两墙中间的纳门 逃跑出城 那时 迦勒底人在四围攻城 他就往亚拉巴的方向逃走 迦勒底人的军队追赶王 在耶利哥的原野上 把他追上了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他们把王擒住 把他解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他们就宣判他的罪 他们又在西底加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并且把西底加的眼睛弄瞎 然后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五月七日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第十九年 巴比伦王的大臣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 他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以及耶路撒冷一切房屋 一切高大的房屋 他都放火烧了 跟随护卫长的迦勒底人 全军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至于城中剩下的人民 和已经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人 以及剩下的民众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都掳了去 至于那地最贫穷的人 护卫长把他们留下 去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田地 耶和华店的铜柱 以及耶和华店的铜座和铜海 迦勒底人都打碎了 把铜运到巴比伦去 他们又把锅、铲子、竹茧、碟子 和敬拜用的一切铜器都拿去了 此外 火顶和碗 无论是金的或是银的 护卫长都拿去了 索罗门为耶和华店所做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和十个铜座 这一切器皿的铜 种得无法可乘 铜柱每根高八公尺 柱上有铜柱头 柱头高一公尺三公寸 柱头四周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 另一根柱子同样也有网子 护卫长拿住祭司长西莱雅 副祭司长西帆亚和三个守门的 又从城里拿住一个管理军兵的官长 并且在城里搜获常见王面的五个人 和一个负责招募当地人民的军长书记 又在城中搜获60个当地的人民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把他们拿住 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击杀他们 在哈马地的利比拉把他们处死 这样犹大人被掳 离开了他们的国土 至于在犹大地剩下来的人民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留下来的 巴比伦王委派沙帆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 众将领和他们的士兵 听见巴比伦王委派了基大利 他们就来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其中有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尼泰法人丹护灭的儿子西莱亚 马家人的儿子亚萨尼亚 以及他们的士兵 基大利向他们和他们的士兵启示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必惧怕迦勒底的官员 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 就可以平安无事 但在七月的时候 王毅以利沙玛的孙子 尼泰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带了十个人和他一起 他们袭击基大利 把他杀死 和他一起在米斯巴的尤大人 和迦勒底人也被杀死 因此 众民无论大小 以及众将领都起来逃往埃及去 因为他们惧怕迦勒底人 尤大王约亚金被掳后第三十七年 就是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他恩待尤大王约亚金 把他从狱中领出来 并且安慰他 使他的地位高过和他一起在巴比伦的众王 又换下他的求医 使他终生常在王面前吃饭 他的生活费用 在他一生的年日中 每日不断由王供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